主持人 主持人你好 好 我是Rick 我是桃園人 然後目前是一個資訊工程師 大學就在台南這邊讀 畢業之後就留在這邊工作 大概有快十年了 然後因為距離的因素 就沒有辦法來頻繁回家 一開始可能會 畢竟那時候大學來這邊讀 一開始會有點新鮮 但是後來就慢慢習慣 習慣之後可能因為 一個人在這邊順利的時候還好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事情啊什麼的 當然還是會想說 如果能夠跟家裡有一些傾訴啊什麼 會比較好 對啊 當然還是習慣了啦 一年喔 大概三四個月才回去一次這樣 嗯 不過我回去的時候都會抽空陪媽媽去吃飯啊 或是去玩 應該也會陪她有個半天吧 嗯 不過我在台南的時候可能 一個禮拜會打電話回去隔一兩次吧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有一個 像我這邊有一個巴 這就是我小時候很調皮 跑一跑去撞到牆角 然後因為我媽是護士 她就迅速的幫我處理好 然後還可以安撫我的情緒 那時候就覺得 哇 媽媽好厲害 對啊 她要搬病床啊什麼的 然後又要久站 所以她的也是腰跟她的腿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嗯 小時候我會幫她按摩 然後甚至有做那種按摩卷你知道 在幫她按摩的時候 她都好開心喔 嗯 現在工作比較忙就比較少一點 沒有欸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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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不到三個月 爸 沒有啦 我想要跟你說 謝謝你 讓我沒有後顧之憂的 來台南這邊啦 媽 你怎麼會來 嗨 我也想要 你還記得這一招啊 當然記得啊 真的好久沒幫你按摩了 媽 辛苦了 媽 我以後會盡力多陪伴你 當我不在家的時候 就讓日虎自動滾輪泡酒機 陪伴你 我愛你 媽 過分開 了